今天的話我們是第八次上課 等於是還有兩次 這禮拜四,然後再下禮拜二 我們原則上會把這個一到五類的題目講解完畢 另外的話也請大家就是回去有時間 還是把那個上課的練習 這部分把它存檔 那將來在等於禮拜四上課的時候 我會跟各位說明一下 就是請各位最後還是繳交一個作業 那個作業部分其實 你就量力而為 主要就是把那個 我們上課做過的相關的範例 反正做過你就把它存檔 然後存在一個資料夾 那將來的話呢 上傳的時候 你就請大家就把那個 你的作業壓縮成那個 ZIP檔 然後並且 上傳到那個 雲端上面 雲端到時候我會跟各位講 那基本上就是我會開一個 在我的雲端上面 開一個 這個資料夾 那你們只要 先建立好 自己的那個資料夾 並且把作業丟上來 其實就完成了繳交作業 那 當然 請他 大家會做那個作業部分的話 主要是 這個 程式部分的話 我一直強調 其實最重要還是要實做 因為如果你沒有經過實做 你沒有去 實際上 去敲這個程式的話 基本上 要真的學會 程式設計 其實基本上 恐怕還是會有 蠻大的問題 因為將來 這些程式 主要目的當然是希望能夠用在工作上 那當然 我們最 最常遇到就是說 我要怎麼樣把工作上的那個流程跟這個邏輯 快速的轉換成那個電腦能夠看得懂 的一個程式邏輯 當然 如果你要能夠 經過 就是 這個 學習 然後 最終還是 需要實做 因為 如果你不實做的話 恐怕 很多地方 你會不知道 該怎麼樣去 遇到狀況 怎麼樣去轉換成那個程式 那 為什麼會特別提到證照考試 其實主要原因是因為證照考試 他的精神比較符合 就是說 透過問題去解 解決 然後 可以把對應的程式寫出來 那其實我覺得像這樣的訓練 在那個證照考試裡面有相當多的 題目 可以讓各位練習 那當然我一直強調 因為我們這個課是基礎的程式設計 所以 基本上 界定範圍是在1到5類 當然後面還有6到9類 有些同學程度比較好 或是說你 對於 將來自己想要學更多的話 當然還可以再延伸到6到9類 OK 那 不過我們原則上還是先把基礎打好 1到5類部分 上個禮拜部分的話 我們基本上是把 第308 一直到404 總共我們講了 308 310 402 404 總共講了4題 那在題目裡面的話 其實我也做了一些 其他的方法 為什麼 會特別還提到其他方法 因為 因為這個考試基本上 他沒有 所謂的 標準答案 也就是說呢 你的寫法其實可以很多 可以很多種 那至於哪一種方法是最好的 當然取決於就是你自己的寫作習慣 還有對於這個程式的理解 每個人都不一樣 另外的話呢 其實寫的這個程式部分的話 我們還有加入一個所謂的list 串列部分 那串列基本上 會是在第6類裡面 第6到第9類其實都會用到 甚至是未來 在程設計裡面用到的機會也非常大 所以我會特別 講一下這個list 當然呢 你不用list也沒關係啦 只是說我還是蠻強烈建議 將來你特別還是可以把這個list 這個這個資料形態好好了解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為list 他有點像Excel裡面的那個 那個清單 他其實就 list其實 翻譯叫串列啦 不過我繼續強調他就是一個清單 這個清單有點 你可以把它列成Excel 那你資料 將來呢 當然我們有大量資料 通常還是會放在清單裡面 只是說要怎麼樣能夠利用這個清單去做一些事情 這恐怕 他還是 他不一定只是 只是這個這個考試啦 其實我覺得工作上用到的機會也蠻大的 那我上個禮拜有特別強調一個部分就是 這個串列的 操作重點 比如說第一個 我們要怎麼樣建立一個空的串列 那空的串列特別注意喔 這個 起碼要特別起 你可以建一個串列的變數 list1 如果你要給他空的 建立一個空的串列的話 特別注意 請你 記得 一定是 中瓜糊 那這樣的 有點像 我如果 想要建一個空 並且放資料進 第一個就是 建一個空的 這個串列 第二個的話呢 再利用那個list裡面有個方法 append append的話就是可以把資料 放到這個清單裡面 那將來呢 他就會一個資料放進去 編號就從0開始 那第二個編號1 編號2 編號3 一直幫你編號下去 那 將來如果要取出來的話 原則上也是一樣 不過呢 通常會 藉由一個回圈 Fall回圈 把資料 一個一個的取出來 這個觀念非常重要 這個觀念其實有點跟 將來如果你要銜接資料庫 資料庫其實也 類似 這樣的一個 形態 只是說一個資料庫 將來如果要把它從外部 載到那個 Python裡面 做計算的話 通常還是會 先暫存到list 裡面 所以特別注意這個list 我還蠻 建議如果下一個階段 你要了解 Python的話 這個一定要 好好去 去把它稍微 就是 再把它 詳細的去學習 那 其他的話 我們每次上課一樣 我會把那個影片 把它 就是 建立成一個播放清單 OK 所以回去的話 你可以把一些相關 如果你假設 有些重點不太清楚的話 也許回去可以再 像我 上個禮拜 特別強調那個 串列部分 在第6個 影片裡面 這邊就有 OK 然後 第7個也有 第8個也有 基本上 這邊有蠻多地方 用到串列的 OK 今天的話呢 我們接著繼續再來看 其他有像 for each的寫法 但是 有些東西 其實說真的 我有時候 不特別講 太多 主要原因是 因為如果說 你 只要能夠把 這個 工作 把事情給解決掉 其實不見得一定要學很多種 反而你先學你比較熟悉的部分 如果你學了這些東西已經熟練的話 那將來你也許 你可以再多加一些東西 你不用一下子急著說 要學很多種 這個 寫的方法 但最後一個都記不起來 反而更麻煩 OK 那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個第 第406的部分 那在講406之前 我剛剛有提到那個串列部分 所以如果各位有時間的話 你可以開啟那個 雲端白板 我們這個雲端上面的雲端白板 裡面的第五個單元 OK 第五單元上面有提到 第五單元裡面的話呢 就講到有關串列 字典 檔案跟資料庫 OK 這個就是 Python的重頭戲 因為 未來如果說你要處理大量的外部資料的話 或者是資料庫的話 基本上一定會用到 第五個單元用到的 那當然難度相對的也會比較高 為什麼 因為他基本上就把前面所有 學過的東西 融會貫通之後 再加上 用串列字典 檔案資料庫 就可以用來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尤其是資料庫 其實 學程式的話 基本上最終還是需要資料庫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 處理完 的資料 最終還是 會把它放在資料庫裡面做處理 做儲存 那所以 將來要怎麼樣再延伸 我想這個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慢慢 就是 花一點時間 我想前面如果你基礎打好的話 那後面基本上就相對的比較沒問題 那第五個單元裡面的話 第一個你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List 串列 它裡面有哪一些比較重要的方法 我這邊有列舉 所以你們可以 稍微 當參考 其中最重要就是這個 Append 剛剛講到 我要怎麼樣把資料 放到那個 這個清單裡面去 OK 那其實就是 點Append的後面加上你要放的資料 他就幫你把資料放進去了 OK 那其他的話 還有這個 上面 一些 不是每個都 都一定會用 派上用場 不過你大概知道一下 有這些功能 上個禮拜有反轉嘛 有上 Reverse 或者你要排序的話 Sorts OK 其他還有像什麼 比較常用的 也許算裡面有幾個 這個清單裡面有幾個資料的話 也許你可以用什麼 用LEN 所以這邊的話有一個 LEN的這個 這個方法 那你只要把這個串列放進來 他就會告訴你說 裡面 到底有幾個資料 比如說像 這個地方 這個的話 這個清單 這個串列裡面 總共有1234 所以他如果用LEN 算這個List 他Return回來的 這個N裡面的指揮是多少 他就是4 OK 如果你放這個的話 比如放這個 這個 1234567 7個 所以將來這個N裡面的指揮是7 意思可以推 特別注意還有一個概念很重要 我一直強調 雖然像這個是總共7個 不過他的編號 一定是從0開始 0開始 所以如果你要取得 第一個資料的話 記得List1中瓜胡 中瓜胡裡面放個0 0的話是編號 所以值 那就能夠取得1這個值 這個可能要 慢慢去習慣他 如果你習慣他的話 基本上 就有點 像是Excel裡面的 這個清單 就一個欄裡面放資料 概念是差不多的 那底下有一個題目 比如說練習輸入成績 這個我想 也許請各位自己試試看吧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讓 就是練習什麼 練習輸入成績 這個輸入成績 最後把這個 輸入的成績把它列印出來 該怎麼做 比如說這裡的話 一樣 我們 假如說 要結束的話 是-1好了 如果他不是-1的話 那我們就 讓他不斷輸入的話 假設 這個 輸入成績的範例 也許各位 待會也許可以試試看 也許開一個什麼 開一個新的檔案 然後也許 你可以把這個程式先貼好了 不過將來記得把它delete掉 自己重來一下 那裡面的話 基本上 我們希望 當輸入成績 不是 輸入成績 假設 不是-1的話 -1的話 表示是結束 那我就不斷的去填 填那個成績 所以執行一下 那請輸入成績 因為我這邊 input裡面 會有 這個 OK 那剛剛提到就是說 如果我輸入成績 假設我前面輸入 第一個是92分 第二個學生是84分 第三個是87分 假如說呢 我輸入三個 學生只有三個好了 最後呢 如果我要離開這個系統的話 那就加上-1 那-1的話 因為我們這邊裡面有個邏輯判 如果輸入的成績是-1的話 那就 離開就break 所以這邊有一個條件 ins go這個 ins go特別重要 如果不等於-1的話 那就把成績放到串列裡面 就這樣寫 如果 輸入的成績 不等於-1的話 OK 那就把成績 所以剛剛因為這個是不是-1不是 所以就輸入一個 輸入兩個 輸入三個 OK 所以特別注意 所以我們上面有輸入三個成績 那編號一定是0 1 2 OK 然後輸入-1之後的話 所以 這個他就不會走這邊 他會走哪一個 走下面else 所以他會怎麼樣 break 那break之後的話呢 等於是離開了這個file email 這個file回圈 然後會跳到哪一行 跳到下面這一行 就是print什麼 print score score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上面有一個嘛 score等於空的串列 所以喔如果 按enter之後的話 他應該會修出什麼 OK 就會分別怎麼樣 把剛剛輸入的 92 84 87 把它print的出來 OK我們試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呢 他print之後的結果 其實就是怎麼樣 把原來這個scope 原來scope應該是裡面是空的 OK裡面是空的 但是因為經過我這個回圈 因為都不是-1嘛 不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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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把這三個成績 把它放到這個 串列裡面 並且做輸出 OK 那 這地方的話也許 請各位試試看吧 這是第一個階段 那第二階段的話 如果假設 我希望喔 因為你會發現 這個好像太簡略了 這個清單把它列出來 好像是沒什麼太 大的效用吧 那假如說我希望變化一下 比如說我希望 告訴我到底輸入 學生人數這幾個 我怎麼知道有幾個 而且喔 有個訊息 off者的訊息 第二個的話呢 幫我算一下 到底那個 這個 班上的 成績平均 總分是多少 平均是多少 OK 甚至喔如果可以的話 還不告訴我 最高分是幾分 最低分是幾分 那這個地方 該怎麼做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你會發現這個其實 這個範例其實跟之前 我們上 上次上課講到的 蠻接近的喔 那我特別有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什麼 第一個 如何建立一個串列 OK 第二個的話呢 如何把 資料放在這個串列裡面 特別append 那只是說我 中間這些東西 只是說為了要穿針引線 因為我希望一直輸入 直到什麼 直到 它輸入-1為止 OK所以我用 最簡單的方法 畫一帽號 畫一帽號指的是什麼呢 如果 我 畫一帽號 意思就是說 我不斷的去 讓它輸入 當然你想說老師我可不可以把這個邏輯 放到這邊來 其實也可以啦 只是說input我覺得好像 比較不好擺 所以我個人的習慣喔 通常是會先這樣 畫一帽號 然後再讓它輸入 這樣好處就是反正呢你一直跑 然後一直輸入 所以一直跑一直輸入嘛 然後再判斷 所以 一直執行回圈 一直輸入 然後一直判斷 直到呢 如果這個條件 它等於-1的時候 就break掉 那你會發現 這樣的寫法 像我們前面 好幾個那個遊戲 也都是這樣寫的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吧 先 試著參考那個第五個單元 我們大概就是 稍微講一下那個 雲端白板裡面的第五個單元 裡面的這個輸入成績 然後也試著想想看 我剛剛講 如果你假設做完這些 之後 你希望呢 知道幾個訊息 包含什麼 到底輸入的學生有幾個 所以你可以用什麼 用len 然後呢 你想要知道呢 他們總分是幾分 其實這裡面可以用sum 只是這邊 sum的話是python內建的一個函數 只是說它裡面好像沒有 像Excel裡面有個Average 平均 那怎麼辦 沒關係啊 你可以 除以什麼 除以len 裡面有幾個人 那最高分的話呢 你可以用max 最低分的話 可以用mini 不就可以 利用這樣的方式 可以把那個 需要的答案給做出來 請各位試一下 那我 把那個 畫面 停止共用 就行了